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所改变了 我开始不再受命运的控制了 这么快就改变了 真是由不得不幸 是啊 三千件善事我还做了不到一半 命运就有了变化了 如果我把这些善事都做完的话 我的命运岂不就会大不一样了 这回我也信了 虽然我不知道我的命运如何 但是从今往后 我也要多做好事 宁儿 回去也给我照样画一个功果课 好吗 好啊 我们和元皇比比看 看看谁做的好事多好吗 对啊 对了阿莲 你这两天把药铺收拾收拾 我们把药铺重新开张 好啊 让我们用药铺来回报百姓对我们的关心 对对对 这样一来 乡亲们可以随时到药铺 看病抓药了 是啊 太好了 请问这是元举人府上吗 是啊 快进来吧 请问您就是元举人吗 正是 元举人 我们县老爷请您过去呢 有一位京城来的李大人要见您 哦 京城怎么会有人见你呢 去看看就知道了 好 请 元皇见过大人 这位是京城来的李建安大人 也是这次相识的主考 李大人看了你的考卷后 对你的文章很是赏识啊 为了给朝廷广纳人才 这次是特意到本县来找你的 哦 李大人 你就是元皇 是 不必纪律 坐吧 谢大人 你这第一名的考卷果然与众不同啊 正可谓 胸中有经纬 笔下有风云 一则因为你的真才实学 二则也是因为县令跟我介绍 你带领全县百姓治水的事迹 可敬可配啊 啊 其实治水也是大家的事情 与全县的百姓那是息息相关的呀 您如此夸奖在下深感惭愧 这有什么好惭愧的 有时之事 理应上报国家下报黎民 为皇上分忧解难 更何况你非官非决 却有此心此行 真是难得呀 嗯 李大人这次前来 是想物色人才 和他一同前往边关替朝廷安定军心 学生听说 现在边关纪辽是由契纪光将军把守 他还总理着冀州昌平保定三镇军务 领兵镇守北部边关 我还听说他到任以后 根据达达骑兵的作战特点 创建了以火神枪炮为主的步兵营 骑兵营车营和自重营 并使各营成为能在统一指挥下 进行协同作战的合成军 真是有胆有识令人钦佩啊 如果能有机会到边关 见识一下这位英雄豪杰 那我袁皇真是 真是三生有幸啊 看来你对边关的战事还很在意啊 胆识可嘉 你愿意去边关吗 我平时经常浏览一些兵书的典籍 若能有朝一日能够学以致用 亲自到战场走一遭 也不枉虚度一生啊 那真巧了 张局政大人派我三天后前往边关视察军情 顺便慰问将士 你如果愿意 随我一同前往好吗 啊 真的 我真的托你一起前往 哪能有假 你一届书生却有如此报复也很难得啊 我喜欢你这种性格 你啊 就以师爷的身份 随我一同去好了 袁军人 你还不谢过李大人 袁皇 谢过李大人 免礼 赶快回家 准备准备吧 那学生告辞了 嗯 告辞 相公 你这一去得要多久啊 恐怕最短也得一年半载的 不过我想啊 这次忌讳实在难得呀 我一直就想找忌讳到关外走走 这次真能如愿了 啊 哦 对了 我这一走 家里就全靠你来照顾了 哎 你就放心吧 家里的事你就别操心了 只是我听说 关外战事不断 那里一定很危险 你自己一定要小心啊 哦 你放心吧 我会的 我这次去也想看查一下那里的地形地貌 关外虽然也是大明的疆土 但却很少有记录啊 我想去查看一下 查看一下那里的地形和地貌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把它绘制成图册 有利于行兵布阵 把守关爱 这事非同小可呀 相公 我知道 你是在做大事 哎 哎 你在家里面也是在做大事啊 哎 你就别取笑我了 我说的是真心话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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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以后 你好好照顾家 好好照顾少元 嗯 你自己多保重 你放心吧 哎 哎 还有什么要带的吗 哦 没有什么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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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庆皇帝于公元1572年驾崩 十岁的太子朱陵军即位 这就是万历皇帝 李大人 您二位先请在花厅等候 我们老爷一早就被传到宫里去了 难道说皇上临朝了 李大人 你还不知道吗 知道什么 皇上他大行了 啊 老爷回来了 老爷 张大人 哦 哦 看来 你也听说了 嗯 国不可一日无君 太子登基大典将择日进行 看来实行新政的时机 快要成熟了 嗯 嗯 嗯 这位是 哦 被这忘了介绍了 这位是 这次相识的投名戒员 元皇 万历元皇拜见张大人 啊 好 坐 元皇这次前来 是想随我一同去关外 考察军情 顺便勘查地形地貌 绘制成图 对我们今后的战事 会很有用处的 要真能完成边关要塞的图形绘制 那可是不小的功劳啊 嗯 元皇对地理有研究更是博览群书 他对于农事营造 水利医学 英律兵法甚至易经也都有所研究 好 大人您过奖了 学生只不过是对上述门类有所设计 远不敢说精通啊 哎 那也很不容易了 啊 不知为什么我这些日子总是感觉身体不适 所以想修建一座密室 不知该如何修法呀 哦 学生明白 只是这修建密室您这里可有草图啊 有 走 我带你去看看 好 好 好 来来来 好 坐吧 啊 你的建议很好嘛 刚才所说都是晚生的浅漏之见 还望大人斟酌审定 啊 不用了 你说的句句在理 看得出你的学问果然不凡 你这样的人才被李大人发掘了 可真是伯乐时千里马呀 我临走之前您不是叮嘱过我 让我留意这次考试中出类拔萃的人才吗 找上一个上有异于军下有异于民者 于是啊 我就阅读了他的考卷 感到他就是朝廷所需要的这种人才 于是啊 我就到嘉善县找他 听嘉善县支县介绍说 他协助支县实施了一条编法 把老百姓的土地从乡绅手中夺了回来 还为县里的百姓治水立了一大功呢 哦 原来如此啊 诶 你对治水也有研究吗 啊 历来治河只顾曹运 为朝廷运粮而不顾民生 因此大多采用分手的办法 保证河道的畅通 哦 也就是多开支河 分泄河水 这样容易造成淤色河道 垫高河床 但是 这是急功近利的办法 如果 采取曹运和民生坚固之法 注滴树水 利用河水冲沙入海 这样即可保证多年不至于再有水患了 那就将你刚才所说的成文报上来给我 哦 薛医生不敢 哎 这有什么不敢的 张大人让你写 你就写嘛 哦 薛医生遵命 还有京都的水利也是浪则遍地水洼 汉则无风启沉 时而水贵如油 时而水患成灾 这都是前朝建都时未曾想到的 你可否对京城内外的水系也做一番调查 并拿出治理的方案 薛医生对京城的水系还不太了解 不过经过勘查 我会竭尽所能拟出方案 成交给大人过目 一定要做到水满时可排 水缺时可叙 是大人 这次你们到关外 我再交给你们一件事 就是体察民情 尤其是民生民计 今后不但一条边法 还会在适当的时机再度推行 有关子力填税的问题 也要重新记忆了 太好了 这老百姓就盼着这一天 好了 你们明天还要上路 老夫就不留你们了 卑职告辞 学生告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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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职 卑职他们是怎么回事 这位老伯 我请问你一下 你们到县衙去干什么呀 我们想被县衙们抓走了十多个抗税的人 孩子大人都在哭哭啼啼 我们这是去求县老爷 把他们给放回来 中地交税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你们为什么要抗税啊 不是我们要抗 是交不起呀 这捐税年年长 老百姓实在是没有活路了 大家 照县老爷求情 把税租减免一点 可县老爷不听 还把带头的人给抓了起来 你说冤枉不冤枉 你们一亩地一年交多少 以前是交二千银子 现在涨到四千五了 一亩地总共才收一百多斤粮食 全部卖了才值七八钱 这叫我们怎么过呀 你们是外地人不了解本地的情况 跟你们说了也没用 我们还是告状去吧 走了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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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跟他们进去看看 好 真实 真实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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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肆 你们有什么冤枉的 这捐税是嘉靖帝时候定下的 我也没有办法 抗捐 是要杀头的 我没有杀他们 只叫他们把捐税交了就放人 难道本官还不够宽宏大量吗 不是不交啊 是真的交不起啊 你就是把他们关死了也交不起 他们家里还有老老少少一家的人 都得饿死啊 大人 行行好吧 是 不说 我行行好 放了他们 皇上能行行好放过我吗 你们这些刁民 看来不动棍子是炸不出油来 来啊 在 把这闹事的给我抓起来 停满 我有话讲 你是何人 这位是御史李大人 御史李大人 不知御史大人驾到 下官有失远迎 敬其恕罪 大人 请上座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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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爷 是吗 是 大人 一亩四千五 十亩四两五 不 有一半多的土地收不到税银 为什么 本县三成中有两成的土地收不到税 那是因为 那是因为那些都是大户人家的土地 还有的 还有的就是皇亲国戚的子力田 是这样吗 是的 少数大户占了全县三分之二的土地 却不交税 或交很少一点税 而朝廷的税银又不能少 于是就叫这三分之一的土地去承担全部的税赋 可这三分之一的土地收成全部上缴了 也不够这个数 于是你就抓人 这三分官人 你就不怕逼出人命 逼百姓造反吗 李大人已经出人命了 我们相依有三户人家上吊投河了 大人 请问那几个大户人家每年交多少税 他们还是按照嘉靖年定的赋税交纳 大人 这么多年了 他们的土地已经增加了数十倍 而税赋却未增一分 农民的土地已经减少了一半 税收却涨了三四倍 这个弊端不除老百姓怎么活呀 大人哪 不但百姓活不下去 收不上税 朝廷还会发下官的俸禄 下官也活不下去呀 你听着 把抓来的人全部放了 每亩地按权限的母术均摊关税 不得增加一分一理 大人 大人哪 如此一来 这朝廷的税负可就收不起了 那些大户人家 有的人是在朝中做官 有的人是在宫中干事 下官 只被魏晓 惹不起呀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既然身没御史 当保你平安无事 谢御史大人 我们全县的老百姓都感谢今天大老爷呀 谢谢您 谢谢您 大人 大人 今天下官不知您立临避县 所以没来得及准备礼品 望大人恕罪 要不 请大人移坐到本县有名的燕明楼 下官给大人揭封洗尘如何 那么你平时都是这么迎接朝廷大员的吗 这 除此之外 这下官实在是拿不出银子来孝敬二位了 请大人恕罪啊 你看看来请吃饭已经是平常的事了 还给银子呢 是啊 你给我老实交代 你是如何搜刮民脂民膏 贿赂朝廷大员的 大人饶命啊 下官从来没有搜刮过民脂民膏啊 只不过是抓几个抗税的 洞洞行吓唬他们一下 我要真的贿赂了上司 下官还会待在这个穷地方吗 大人 其实我觉得之前说的也在里呀 国家的新王重在立志 朝廷的兴衰还在财政啊 你想想看 如果从皇亲国戚的子力田中每亩 抽取一分税 这样下来 那么朝廷的国库里面 就会增加多少税盈 增加多少收入啊 所以关键不再逼百姓的税 而是要彻底整顿救治 推出新的举措才对呀 哎呀大人说的一点不错呀 现在是民怨鼎废 最难的就是我等这些管辖 黎民百姓的父母官呢 这上面压下面又闹 我们实在是不好做呀 要是朝廷真能下令催缴那些 近身大户的土地税妇 我们就好做多了 好本官知道了 你先退下吧 是 是 大人 小人还有一件事要说 这位知县 请你以后不要动不动 就用刑惩罚百姓了 你既为父母官 百姓就好比是你的子民 如果他们不服管制 是因为上师其德 对朝廷失去了信心 你如果只是一味的刑罚 而不知教导的话 不但事与愿违 还会让百姓愈驾心生怨恨 是 是 下官谨记 好了 退下吧 是 我大明江山一二百年了 基业稳固 但弊端已换却不少 各地天赋不均 侵吞拖欠十分严重 使得国库空虚 连皇上的供给 都开始削减了 大人 我看贞观政要的 摊壁篇上言 唐太宗由于勤劳司政 他手下的文臣武将 连结奉公 这才开创了圣唐气象 但愿新帝能以史为鉴 为天下的百姓着想 不过几年前我曾经在国子见见到过当年还是太子的皇上 那年他年纪尚小 可是当听到我说起百姓的疾苦时 眼睛里透出怜悯之情使我至今难忘 如果他真是一个英明之主 那将是社稷之大幸啊 你说的很对 张居正大人是皇上的老师 张大人经常跟我说起 皇上从小学习刻苦用功 虚心好学 有这样的皇上 只是推行心法 百姓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你赶快把今天的事情详细地记录下来 这对推行心法都是有用的材料 如果把这些情况承报上去 得到皇上的首肯 这可是天下百姓的福祉啊 颜皇现在跟着李大人办成一件大事 能使天下人受益 不知道能抵得上元皇 去做多少善事了 唉 双生 这些地方的豪强简直比朕还富有 朕登基要做龙袍 向护部要银子 护部都拿不出来 原来钱都让这些人给侵吞了 皇上息怒 护部没有钱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据统计 天下所有州府的税银约两千七百万 单领时俸禄者 包括文官武官 声援军事在内 每人一张嘴朝廷现在是入不敷出啊 如果再不想办法 将会坐吃山空的 先生说该怎么办呢 加收子力田税 启禀皇上 子力田都是历代皇帝 赐给皇帝亲戚的土地 如果收税 恐怕会牵动大局 后患无穷啊 当年 海瑞就是因为触犯了贵胄的利益 才被迫制式的 这些 您难道都忘了吗 我怎能忘记 但是 新法不实施 和谈国家的兴盛 百姓一直能盼着有一位明军 现在终于等到了 再不下手 更待何时日 先生说的有道理 朕登基一时 实行新政正是时候 就按先生说的去坐吧 皇上圣明 臣还有一折是关于兴修水利的 请皇上过目 朕回去会仔细阅读的 先生应该再多派些御史去走访民情 这样朕不出宫 也能禁止天下事了 皇上 李玉石已经到了关外寄阵了 那快让李玉石把关外的军情奏报给朕吧 臣遵旨 起了 哪有 快 起了 有 蜘蛾 你 可以 不行吧 再来 来来吧 来 抓他 请问七将军的总兵府还有多远 往西行三五里就到了 快去总兵府中报 京城的御史大人李建安已到此地 将军三天前就带着七将军追击达达去了 现在府上没有主事的 御史大人 你看这 我们静坐先去便是了 大人请 玄华 到了这里你有什么感受 在下一直认为 银盘之地应该将帅威严 士兵勇猛 纪律严明 可是这里却一样都不存在 看见的只是军心涣散 军风不整 不知事何缘故 一点不错 朝廷如此信任的七将军 如果我们不来这里 怎么能看到这种场面呢 真是枉费了朝廷对他的信任 你立刻七草奏折 把今天看到的事情禀明皇上 走进撤了七截翁的总兵之职 是 盖子 听说御史大人光明 末将契机光有礼了 大人请坐 末将来之多有怠慢 请大人包涵 等你这一日 兵营中所见所闻 颇令我们吃惊 身为总兵 为朝廷把守边关要爱 是你的职责所在 可你帐下的士兵 纪律松散 生气毫无 我问你 这还怎么打仗 你总兵的职责何在 御史大人说的极势 将帅失职 你可知罪 大人 按理说 这样的军队是不能打仗的 更不可能打胜仗 但我今天带我的弃家军 却偏偏打赢了 你说是何缘故 我实话说了吧 那是因为他们心中 怀着对朝廷的一片忠诚 对故乡寸土不让的决心 更有血洒疆场 不让同胞遭受蹂躏的壮志 可是大人 你知道吗 他们已经半年多 没有领到应得的良想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还能英勇杀敌 我为我的将士们感到自豪 巧妇难为五米之锤 今日 我只得向大人恳请去职了 你要辞官 是的 实处无奈 大人有所不知 朝廷派我驻守边关 我本意不容辞 可是却经常拖欠良想 这怎能不让士兵们愿声载道 军心涣散 我们五父不向你们文官写一篇奏折 马上就会有银子下来 我已经递上去两本奏折了 但都是毫无音讯 如果良想再不下来 我连喂马的草料都备不起了 我这当做兵的 怎么对得起我的将士们 还有 气候马上就要变冷了 将士们的棉衣虽然运过来了 但是棉花比去年的还薄 这怎么能抵得住关外的严寒冰霜 末将对大明江山 可以说是无愧于心 但面对断绝良想无以为继的士兵 但此重任实在是有愧 恳请大人 恩准末将辞请 气将军 请您三思千万不要辞官 在下也曾经读过一些 兵法方面的书籍 俗话说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重在养兵练兵 不养岂能用兵 将军在艰难之中 仍能带兵打仗 足以证明将军 是一位难得的良将 总是我留下来 那军费问题 如何解决 秦将军 本官已经知情了 我回到京城 一定及时向皇上禀告 我想为了我们大明江山 朝廷一定会千方百计的 解决你的燃眉之急的 请将军用晚餐 目前朝廷经费吃紧 还望将军体谅 如何能配合朝廷渡过难关 又能使官外的将士们 节省军费 这可是当务之急啊 将军 在下元皇有一个建议 不知当否 请直言 在下觉得这里冗兵太多 是树众而炙烈啊 而眼下朝廷又缺银两 我觉得应该把那些贤兵 通通裁掉 多训练一些精兵干将 调教一批强勇和足智多谋的校尉 另外还要大量启用那些 一职多能的人才啊 说的有道理 真能如此 倒也确实能为朝廷 缩减一笔军费 是啊 还有达达兵善于骑马作战 将军可否考虑 多留一些会骑射的兵士 至于在用人方面 带兵勇敢固然重要 但是更需要有智慧 有涛略 有胆识的人啊 这种人在军事方面 也可以重用啊 嗯 说的太好了 李大人 我看你的师爷 就可以在军中重用 在下在将军面前卖弄了 请将军见谅 你说的哪里话 我是不会怪罪你的 看来军事并非单纯的兵法指使 你所学的水利医学 天文地理 在打仗的时候都能用得着啊 光会打仗的人 顶多是个前锋 而知识丰富的人 才能做指挥 元皇这次来 还有一个任务 就是要把边关的地形 绘制下来 这将有助于将军 布阵布兵 哦 那太好了 我立刻派人给你介绍一下地形 好啊 但将军 请不要着急 元皇 还有一件事情 要与将军商议 嗯 但说无妨 将军 你是否注意到 长城有些地方 已经破旧残断了 那就不能很好地起到防御的作用了 将军是否考虑能把长城的边墙再加固一些 我想 此外呢 我们再建造一些可以容纳百人的空心敌台 这样敌人看到我们的防御攻势 就会避而远之了 嗯 你说的太对了 这正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好 可是我对建筑方面还不太了解 你是否可以绘一份设计图呢 啊 在下遵命 好 请将军明天带我们到处走走 以便我们尽快地回到京城向皇上复命 好 来 来 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协令 如何筹集 将军放心 这件事我们会上报皇上的 现在朝廷正在实施新政 不但开始征收紫利填税 还要推出考成法 要求各级衙门的办公效率 我想国库会充足的 好啊 来 坐下说 何谓考成法 就是彻底改变以前的官府作风 以前下达的命令传到地方 地方上把命令记在本子上 就放到一边不再理睬了 有了考证法以后 把命令记在三个本子上 内阁一本 六科一本 地方衙门一本 实行一项 注销一项 逐级考察 如果本子上的遗留问题太多 就是不称职 这样一来 衙门办事 他就再也不敢拖拉了 好 这真是好办 是啊 过去边疆有事 禀报朝廷 往往是一年半载 都没有消息 是啊 对了将军 至于人力建议 将军可以考虑 把那些裁掉的军事聚集起来 让他们来修筑长城 虽然他们不是 直接面对敌人打仗 可是修筑长城 也是为国贡献力量 将军 好 你的建议我会考虑的 当今皇上 使我们看到了希望 我们镇守边关的将士 也会心甘情愿为朝廷卖命 对了 你这么有想法 怎么还没去考进士 不要把自己埋没了 多谢大人关心 我在得知自己中了戒园以后 就遇见了李大人 他说要到关外来 我就一直想到关外来掌掌见识 正好又听说 您这位抗窝英雄在这里镇守 就特请李大人恩准 让我随他一同前来 果然我不许此行 你以前学过军事吗 在下原先并没有刻意学过军事 只是一些皮毛 还需要请将军多指教 好 好